接下來我再來要跟大家請教 這個院長 每一次到了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我們就一再的討論 就是缺水的問題 還有這個什麼 淹水的問題 那從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4月 就是枯水期 尤其今天 今天就是我們的 老闆啦 我們說的是土地公司過年之後 第一次的土地公司 如果台灣會說的老闆 如果沒有漏雨就要等到清明了 那還好 昨天下雨了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數字報告說 因為昨天這個雨 我們所有全台大概進漲 水庫進漲大概200萬噸 但是我要跟院長講 我們光台中市 一天的用水量就200萬噸 再加上中張頭 三個縣市加起來的話是800萬噸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所有的水庫 你看李玉潭台中的 它的蓄水率只有32.1% 我們的新竹寶山只有28.6% 寶山低的水庫只有19.1% 那曾文水庫31.7% 所以在這麼低的 唯獨啦唯獨只有烏山頭水庫 是超過六成的 那在這麼低的一個蓄水率的情況之下 那今天這個雨稍微小解了一下 但是問題這個雨會 會進漲多少我們也不知道 那像去年清明節的時候 這個梅雨沒有進來 所以雨季沒有進來 所以我們去年一整年齁 幾乎都等於是都在欠水 那所以我們在六月份的時候 去年六月份開完了這個抗案會議 接著又開這個防汛會議 當年 昨天前年齁 除了北部有雨中南部的蓄水量齁 都不到一半比現在還低 那所以我想要請教院長 現在是倒作播種的時間 那再加上民生用水 再加上工業用水 那院長你可不可以在這裡保證 民生用水可以優先 對一定是要這樣做 那委員指教 有關這個水勤 確實因為降雨期間過去的 段時間沒有一起的多 所以有比較緊的情況 但在全國水勤調度上 現在還都在控制的範圍內 昨天以水利署剛剛在行政院會上報告 那我們對於用水一定是民生為先 那現在剛才委員關心 波種的情形 現在南部的插秧都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中北部漸漸也要接近完成 但絕不能影響春耕跟波種這個水勤調度 我們有要求 如果說發生了這個水勤吃緊 我剛剛講了說民生用水優先 那水勤吃緊的時候到這個波種耕作的時候欠水 這樣要怎麼辦 在這個春耕的時候 人家在換頭 那也不可以讓他沒有水 所以這都一位一位 從南部補褲子開始 你知道現在南部差不多好了 中北部一直在起來 差不多要完成 這不可以讓他沒有 所以昨天水利署在報告的時候 在這方面的調度一定好好來講 對齁我想這個要面面兼顧啦 不管是民生用水還是我們的耕作用水 因為最辛苦還是農民 不能夠讓他說這些稻作 我們這些農產物在耕種的時期缺水 到時發生休耕的情況 那政府要介入要補助 那補助之下好了 那如果休耕影響到整個稻作的短收 或者說農作物的短收 是不是有另外一波的這些我們的糧食危機 對啦 委員你怎麼說的 你現在說的剛才跟我昨天的要求 剛才一樣就是 不可以讓他 因為這樣不可以春耕 不保重 才會保重 這樣兩邊了 就讓他可以春耕保重 不用保重這樣最好 所以大家在關心這點 我們早上已經有要求 好 院長 那有沒有做抗旱的準備啊 今年 這也是不可以 都有做啦 因為這樣天氣有關的啦 但如果照木之前的情形 像你跟我們說 早上已經有漏風 這富家財啦 臺灣都是這樣啦 來到雨季 尤其颱風雨季的時候 有時候水又大量 水庫還要放水 所以這樣天氣有關 我們都嚴密 監控跟調度 不只要做抗旱準備 我們也要防止這項強降雨的情況 去年823 這個大淹水的情況 我們一定要做準備 不然的話 如果再來一次這種大淹水狀況 我想我們後面的這些 所要去完成去 要處理的事情更麻煩 可能會更比現在更嚴重 另外好 我要請教一下院長 我這裡有一份承諾書啦 我自己說明一下 那個 為什麼有這份承諾書 因為去年 我在這裡質詢我們的賴前院長 針對台中火力發電廠 1到4號機組的部分 那他做出的承諾 他說啦 當燃氣機組二三二四年 能夠順利完成的時候 1到4號機組就會 退場 退場 只做緊急使用 但是他這個說法 並沒有被接受 退場這個是很難定義的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因為 台中1到4號機組 這些老舊機組 目前 目前的情況 我要在這邊要替我們中南部 所有的鄉親 中部的鄉親請命 希望院長你做一個承諾 因為這兩部的燃氣機組 如果在二三二四年完成的時候 他能夠 這個 他的發電量 足以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1到4號機 因為他們當時賴前院長 有做過了評估 這樣子是大概是等量的 可以淘汰原來的燃煤機組 燃煤機組 能夠有效的 對於整個空汙的狀況 可以去改善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要求就是說 這1到4號機 燃氣機組 處意 並且進行 拆解流程 讓它消失在地球表面 院長 你願不願意 就你改革空汙的決心 來跟我們所有中部相親 來做這個承諾 委員 是這樣 整個能源政策一定是走向 以燃氣取代燃煤 那我們一步一步走 當燃氣機組好的時候 燃煤機組 就不用 但我們不是把它拆掉 而是備而不用 作為緊急 那我們好好的東西 不是把它拆掉 這個也是基於國力的保存 這都有必要的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要求 就是因為對於政府的說法 人民沒有信心 因為每一次 政府的承諾 政府的承諾 百姓 鄉親 我們的群眾 對於政府的承諾 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隨時可以被推翻的 所以說才會在這邊 要求 我們這個最有魄力 最接地氣的 我們的蘇院長 你能不能夠 對國人展示決心 在這個1到4號老舊機組 當我們的燃氣機組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來進行採解作業 不是採解 採解也是浪費國力 不用 但是保留 那是緊急才有用 所以這個叫緊急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國力 對我們中部鄉親來說 真的是情何以堪 在原有的這個燃煤基礎的基礎上面 再增加燃氣基礎 再增加燃氣的發電量 造成了更大的空汙 好 那你原有的救人 你不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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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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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